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祖明镜 你还太嫩 什么是男人 你还不知道 从小不交往 现在要交往 那什么是男人 真正的男人 别人的钱一分不花 因为他有花不完的钱 别人喜欢过的女人 他看都不看 因为他有喜欢不过来的女人 花别人的钱 你腰杆子一辈子都挺不值 喜欢别人喜欢过的女人 就像吃别人嘴里吐出来的东西 说谁呢 谁是别人吐出来的东西啊 说你呢 这人天气 我变年轻了 你厉害什么呀 你以为还是苏丹的老爷啊 以前你从来不把我们女人当人看 对我们就像剩饭剩菜一样 想喂狗就喂狗 想喂猫就喂猫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 你现在连这个家都没有了 你还在这装什么 男人是什么 男人是钱 有了钱才能装男人 爹啊 你看 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吧 告诉我们 我们把钱一分 有了钱您再装男人 您再装老爷 现在有两个选择啊 第一 你把藏宝的地方说出来 我保证让苏家全体任你做老爷 以后你还可以要我扬威 第二 您什么都不说 我们自己找 但是你以后可就惨了 你一个穷老头 吃吃不着 喝也喝不着 还得挨人打吗 自己选吧 好 我告诉你们宝藏在哪儿 但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把那个妖女杀了 第二 把苏家所有人叫到我面前跪下来 叫我一声老爷 您讲笑话是吧 把那个子头杀掉 然后任您当老爷 您当了老爷之后 我们这一个一个的还得被灭了 说你笨 原来你不笨哪 你挺聪明的你 给我站住 你再往前一步 我逼了你 小子 当初你娘把你带回来的时候 我逗你玩 你咬我一口 那时候我就对你娘说狼宰子 我果然没看错 我就后悔当初没有把你掐死 你怎么没有掐死我 你咬我 可是没教我 我现在在苏家人不人 瘦不瘦 我早就活你了 我活得挺造罪的 我活得挺造罪的 你打死我 打死我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啊 别动 开墙吗 杀我之前 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我不想死的不明不白 我是想一枪打死 但不是现在 不过你放心 在你临死之前 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是谁 放他走 你们果然是孝顺的孩子 我今天吃得很好 吃得很香啊 你为什么把他罚了 你就把他一招得失把你灭了 他要想灭我 我有什么办法 你们还不知道吧 三太太 要把他给认下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三太太 要把他认下了 为什么呀 他们就不怕 真的把他认下来之后 一个个把他们都灭了 他们这么做 是什么意思啊 多简单 苏家就没有一个神 他们都这么想 谁要是把老爷先认下 老爷就能饶滚了 就这么做 这死活了 真可憐 那咱想办法 不能让他认哪 他们要认 我们就一起把他认下来 不是怎么能这样的 认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fren 斧露啊 你身体不太好吗 有点虚 我让厨房顿点补品给你 补补身子好吗 活了今天 没有明天 还不补 补什么呀 你干嘛说这些话呢 相反 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好日子 大难就要临头了 还有什么好日子呀 哎呀 你为什么总是说这样的话呢 老爷回来了 谁都不敢认 认了他 大家就都没命了 可是不认他 武仪泰就得逞了 这武仪泰得逞了 苏家能有安宁的日子吗 如今是 你逃出这个陷阱 却逃不出那个陷阱 早晚得遭大难呢 福禄 难道你就没有更好的主意 她是没有什么好主意呀 你怎么说得这么吓人呢 冯局啊 不管怎么说 这辈子我都到你了 虽然日子不多 可是我的心里 已经满足了 就算是死了 我也能闭上双眼了 佩佩佩 我不许你说这些丧气不吉利的话 不可以 不可以 谁呀 这么晚了 我已经睡了 娘 是我 明月 怎么办呀 谁看见都不行啊 娘 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 你小心点啊 赶紧走啊 赶紧走啊 娘 开门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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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到底什么事啊 大半夜的 娘都睡下了 娘 出了一件大事 出了件大事 进来吧 儿子 到底什么事啊 我们 想把老爷认下来 什么 要认下老爷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 娘不是跟你说过吗 要是现在这个时候 认下老爷 我们几个干的那些事情 都会被抖了出来 头一个被处罚的 就是你娘我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是三狐狸给你出的主意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想都想不到 除了她 谁还会满脑子 有这样的坏主意 她都是为了她自己 为了她自己 什么意思 你想想 现在谁都不敢认老爷 如果她先给认下 老爷就会饶恕她 给她撑腰啊 她要借着老爷的权势 挨个地收拾我 她堵着你 娘 三姨娘不是这样想的 三姨娘 她是为了避免争斗 想避免苏家彻底毁灭 才想出这样的主意啊 呸 荒谬之计 停止苏家的斗争 怎么个停法 要避免彻底毁灭 好啊 你说 怎么避免 这很简单 只要老爷承诺 恢复权力之后 既往不咎 还大家民主和自由 废除家法 重修家规 废除家法 这不乱套了吗 乱套 那可不 没有了家法 那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还不乱套啊 就算没有家法 那也不是 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好 那我问你 如果有人 做了不甘不敬的事情 怎么处置 你看 连你都回答不出来 这老爷会干吗 老爷现在答应你 那是在敷衍你 根本就是假的 三狐狸看得明明白白 还怂恿你这么做 儿子 你千万别上他的当啊 可除了这个办法 还能怎么办呢 没有 大家谁也没有办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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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来看我的 吃东西吧 明月 六年没见你 你长大了 一表人才 越来越像我们苏家的人 那为什么 以前你总在大家面前 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从来也不正眼瞧 那是我跟你娘 跟你娘不亲近 所以我一直不相信 你是我的儿子 但现在看来 苏家那么多孩子 只有你是我亲生的 连茗玉我都不相信 她是我的女儿 从小到大 总叫我老爷 没叫过一生爹 听起来很不舒服 不识滋味 那是因为 在你的心里 从来没有把我 当你儿子看过 都是爹的错 现在我认了 你是我亲儿子 我六十岁了 你叫我一生爹 就算死 我也死得瞑目了 我小时候 在外面看见人家喊爹 我倒想回到家 也能这样喊你 可每一次看到你 到最边的爹 又咽了回去 一个孩子 有爹在身边 却跟没爹一样 这种滋味 你能明白吗 是爹对不起你 难道你现在 就不能叫我一生爹吗 对不起 这么多年没叫我 我叫不出口 好 等能叫他出口的时候再叫 三姨娘都跟你说了吧 要认识你 你说的是真话吗 是真的 我来 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 二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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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太太 您那赶紧走 赶紧走 怎么回事 你伴着没有啊 没伤着吧 没有没有 那个什么 我告诉你啊 走走走 干什么呀 那个二少爷和三太太 他们要把老爷给扔下来 什么 要把老爷给扔下来 你怎么知道的 全院子的人都知道 全院子的人都知道了 他们要是把老爷扔下来 那你敢扔吗 扔呗 你敢扔啊 那有什么不敢扔的呢 你跟那个护国参军 江参谋的事情 还有导烟土的事情 要抖得出来 你不想活了你 我不怕 这苏家的上上下下 有哪一个没有脏事的呀 我就不信了 老爷把咱们全部都填紧啊 哟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不想认你 这是因为苏家家法太残酷了 人生暂时熟农无果 可是一犯错 就要钉刺火烙 严刑拷打 更甚的是 要田井杀人 你想想 你不在的日子 苏家人神人没有过错 一旦认你做老爷 他们每个人都要受罚 那谁敢认你 我这样解释 你懂了吗 听懂了 好 那既然听懂了 你就得答应我几个条件 只要你答应我 我马上帮你恢复老爷身份 如果不答应 那我也没办法了 好 你说 第一 废除家法 既往不咎 不管是谁的过错 你都不能惩罚 第二 苏家的人 想走的可以走 想留的可以 第三 那个叫子桃的女人 不管她是谁 你都不能杀她 要放她走 我说的这些 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人吗 不行 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好 我答应你 真的 你不反悔 不反悔 好 那我马上去办 到时候 我们举行一个仪式 把镇上有头有脸的人 都请过来 让苏家人 正式办你做老爷 你等着吧 好 我等着 来 大少爷 来 二位姨娘 就剩你们俩了 谁像你啊 每天骑那么晚 每天骑那么晚 我早起了 我早上行点吃 弄的个真是 我听说 他们都要认老爷 你俩敢认吗 有人不敢啊 别人认我就认 我怕什么 阿姨娘你呢 老爷会吃人呢 他苏家哪一个是干净的 哼 我就不信 老爷会把我们一个个都填紧 认就认呗 大少爷 怎么样 不敢认吗 你们俩都敢认 我有什么不敢认 现在你们俩都说敢认 到时候谁要是不认的话 谁就是王八蛋 好 王八蛋 王八蛋就王八蛋 谁怕谁啊 三太太 三太太 要认老爷的事情 大家伙都知道了 什么 知道了 是啊 怎么知道的 这我也不清楚 那 那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要认就认了 反正苏家的人 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他们不信 老爷把他们都处置了 他们真的这么说 是啊 大少爷四太太二太太 都是这么说的 太好了 他们还真的以为 老爷会放过他们 还真的以为 可以法不择重 那他们就等着吧 这一回 他们死定了 乌二哥想要改良苏家 你说 他是不是太幼稚了 清朝前要走改良的路子 都没有走通 你们苏家就能走通 老爷一旦得了事以后 可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担心的是 欠你的钱就要不回来了呀 很可能 你母亲率先提出任何 老爷得事以后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 更加宠爱你母亲 另一种可能是 便本家里一个不老 翻脸不认 全部家伙伺候 可是不管哪一种可能 我的钱都不好要了 那革命岛那边 你怎么回话呀 很急 我这几天 一直在等你们家的消息 如果真的凑不到钱 好多计划都要落空了 那我就不认老爷 让他们的计划落空了 可是你哥生你的气怎么办 让他生气去吧 反正他的事情也做不成 你们苏家可要出大事了 写得真好看 我什么时候才能写这么好看呢 我不是教过你吗 你好好努力 所以过个一年半载 你就可以练成了 真的 当然了 三太太 来来来 快去坐 三太太 小福子看一下 你的字里写得可真好啊 三太太您过奖 紫棠 今天啊 我也不是来闲坐的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请说 紫棠 你现在做了当家人 这苏家 总得请回客吧 一来啊 是祝贺祝贺 二来呢 这镇上的名流 你都不认识了 以后交涉起来 也不方便啊 不如把他们都请过来 介绍给你认识 以后办什么事情 也就方便了呀 好啊 这是应该的 我看这事 不如就交给三太太您来办吧 正好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到时候该请谁定什么日子 您说了算 你这么信任我 那我就去操办了 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可得多多担待呀 三太太 您这么聪明细致的人 怎么可能不周到呢 交给您啊 我放心 您就放手去做吧 好好 那我就去办了 您费心 不送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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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有诗远营有诗远营 可惜了 好好里边讲啊 三叔公六爷 有诗远营有诗远营 这苏家的当家人即位 我们能不来吗 主里的诗我们能不来吗 三叔公说得对 来来来带一下带一下 请请请 你好你好 来来来请请 大少爷 严谈长你好啊 什么苏家盛情邀请不胜荣幸啊 来来来请 我陪你一块去 马上马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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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一聊我跟你说 这个说 三叔公六爷 紫棠 这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我看就开始吧 好呀 好了好了 请各位安静一下 不要讲话了 各位尊长 各位族人 各位财东 老爷和太太们 苏家多年以来 承蒙大家的台爱 方是苏家 享誉相礼 众望所归 今天借新的当家人 即位之日 一来是借诸位的威望 荣耀苏家 二来呢 也是对大家多年来的台爱 表示感谢 那么有请 苏家新的当家人 和大家见面 好好好 好好好 是欢迎我吗 诸位久违了 苏家在云台镇 有百年历史 从祖上 与诸位的先辈 就相处融洽 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大家 到这儿来捧场 表示 你们对苏家的感情 山高水长 一如既往 在下非常感激 有传言说 我死了 我不是苏家的老爷 所以我今天站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我死还是没死 我相信 三太公 六爷 严探长 你们跟苏家 相交那么多年 既是亲戚 又是老朋友 我现在 就站在你们面前 我是不是苏老爷 我是不是苏家的一家之主 苏济世啊 六爷 严探长 你们看看 他是不是苏老爷呀 三太太 他是不是苏老爷 还是让我们苏家自己人先认吧 自己人认了再让他们认 这样呢 不会乱了顺序 你们说呢 张家人说得对 还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人先认吧 也好 那我们自己家里人 就先认吧 明远 还是你先认吧 好 苏老爷虽然离家多年 可他的相貌没有变 就算有些变化呢 我相信自己的儿子也不可能认不出来 毫无疑问 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 就是苏家的当家人 苏老爷 他不是苏老爷 他不是苏老爷 苏老爷是二哥的亲生父亲 也是我的亲生父亲 二哥不会认错 我就能认错吗 这个人不是苏老爷 他是庄的 假的 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们听见了吗 他说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真正的苏老爷 怎么可能这样说 那我问你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那我是谁的亲生女儿 反正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说不是没有用 我娘在这里 娘 我不是苏老爷的亲生女儿吗 是 是 你当然是他的亲生女儿了 茗玉别闹 他是苏老爷 不是 是 不是 是 是 好了别在这儿捣乱了 谁说他不是啊 大少爷 四太太 二太太 你们看 他 是不是苏老爷呀 是 是 是什么是 是 你们都怎么回事 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 你 我爹长什么样 我爹的目光炯炯有神 像锥子一样 他要是看我一样 我早得吓得尿裤子了 你看他 虽然他瞪着我 但是双眼无神 像个死鱼一样 你根本不是苏老爷 你个你 你假的 你打我 你也是假的 你看我一眼都害怕你 你打我呀 你不是说他是真的吗 他就不是真的老爷 是假的 对对对 他是假老爷 不是真老爷 我是四太太 我家老爷 我能不认识吗 你就是装的 胡说 老四说得对 我们跟老爷 生活了二十多年 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们会认错吗 假的 就是假的 大家看看 几位姨娘都说他是假的 他是真的吗 他肯定是假的呀 你们这群人 王八蛋 你干嘛 你干嘛 王八蛋 做什么啊 你们丢进我们苏家的脸了 老人家 你也不要生气 这苏家的人说你不是老爷 可今天在座的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跟苏老爷也认识几十年了 定不会认错 三太太 是不是请镇上的名流多来认一下 仔细认一下 对对对 对 三叔公 六爷 严探长 你们看看 他是不是老爷呀 六爷 您跟老爷是多年的兄弟 您看看 您看看呢 他是不是老爷呀 三太太 还是您先看看他是不是老爷 我 好啊 哎呦 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看不清 还还 还是老六你 你来认吧 啊 哎呀 我这个眼神也不太好啊 要不看啊 他还真有点像 哎呀 像 哎呀 没有说他是啊 这个人啊 看起来 比老爷的个子矮了点啊 这脸瘦了点 眼睛也小了点 下巴尖了点 要是不认识苏老爷的人哪 一看哪 还真像苏老爷 嗯 哎呀 您看呢 啊 六爷说的对呀 像 实在是太像了 我跟济世老阁也很熟了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还真以为他是苏老爷 嗯 像 太像了 哎太像 太像 像什么像 他就是 放手 你们给我看清楚了 他明明就是苏老爷 三叔公 你说话呀 嗯 很像 很像 严探长 您再看看 赵老板 你跟我们家多年交情 你说他是不是苏老爷 嗯 像 像苏老爷 不是你怎么回事明远 人家都说了他只是像而已 并没有人说他是啊 是啊 对啊 他是像苏老爷 他是苏老爷 他不是苏老爷 他只是像苏老爷 怎么回事啊 你们都疯了吗 严探长 严探长 哎哎 你起来 二哥 你起来再认一认 你起来再认一认 二哥 严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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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苏老爷 是苏老爷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他是苏老爷 继续吃 好好好 上酒 我是朕老爷 我不是假的 我是朕老爷 你们这群天杀的 我要宰了你们 宰了你们 我 你说逗不逗啊 这活生生的一个真的苏老爷 愣被说成是假的 你说也太逗了吧 哎呀 不过话说回来了 我觉得老爷真的挺可怜的 嗯 他是挺可怜的 你说苏家的人不认他他也就算了 他那些老朋友镇上的人都不认他 不叫割我的话 噗一口血我就蹿天上去 嘿嘿嘿 我也觉得奇怪啊 你说那六爷 他是真不认识老爷 还是假不认识老爷 怎么可能不认识 六爷和老爷那么熟 老四 你说如果这样的话 六爷和子桃是不是一伙啊 哎呀 你真是瞎想 他怎么可能是一伙的呢 那这次三姨娘和这个明远的计谋没有得逞 这三狐狸肯定不会善网开休 他抓着我的小别子一定会 哎 老四 上次宽井那事你看没看清楚 如果看清楚的话 一下就能弄死三狐狸 我看清楚了呀 不过好像也没太看清楚 嗨 你不管看清楚没看清楚 咱把这事盯紧点啊 趁这个机会 把三狐狸弄死了 咱们再把二扣子给弄死了 这苏家就是我的了 我就是苏家的当家人了 我要是苏家的当家人 苏家的财宝就是我的了 哎 大少爷 你怎么说的那么吓人呢 弄死这个弄死那个的 我怎么听你这么说话 我回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太吓人了 我跟你说啊 闹色挺好了 事情要不做就能做 要做就做到你一条道子的黑 干嘛那么看上我 我看着你啊 我是在想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时候我在想 说你是个好人吧 好像不对 那说你是个坏人吧 好像也不对 别想了我就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你说你是一个坏人的话 那我怎么会喜欢他一个坏人呢 你傻呗 那是因为你 反正你比那个姓姜的 你比他强一百倍 那是因为姜参谋 骗了你啊 他就是不骗我 你也比他强一百倍 草干什么去 那我现在说也不完呗 完了 为什么完了 非得我说出来 嗯 老四啊 我一直在想 女人是什么 人家都说了 女人如衣服 你喜欢穿这个衣服 你就整天穿 是不是 穿够了你就把它扔了坏一点 但是子涛 子涛 子涛第一天进苏家门的时候 他第一天走进苏家这个大门 他就进到了这儿了 我是白天黑夜时时刻刻 都在想着他 有时候我觉得 心里挺感受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 那么没出息啊 但是他要我的命 我都给他了 我愿意 那你 对他痛心了呗 痛心 我原来一直在想 我宿命里以前 争这个争那个 为什么 我想不明白 我现在知道 我争这个争那个 我是为了给他看 我要让子涛看一看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苏明丽是一个男人 我要证明给他看 我怎么就没有一个男人 对我这么好 如果有一个男人 对我这么好的话 我也愿意为他做一切 什么都愿意 甚至去死 傻呗你 那你呢 我也傻 来 你要傻子喝一口吧 不通秋雨落叶 悠悠随风满天涯 转眼之间 不思变成白发 水中月 今中花 鸟鸟鸟 炊烟弄牵挂 放不下 江南也 是 6 雪鸟ä鸟鸟鸟鸢鸟鸟鸟鸟 徐藏 offensive 天山 俯首分云人于世繁华 谁装人尽种花 苗苗翠檐能牵挂 放不下 江南也云若花 秋红穿松明朗 脚步凉半成年少 俯首分云人于世繁华 你说这孩子 我劝他又不听 这老爷怎么能认呢 好了吧 现在伤了自己了 朗证说呀 他心中有鱼器 熬点中药盒 活血化鱼 过两天就没事了啊 明远这孩子 我也没少为他操心 你说他不聪明吗 恰恰他是最聪明的那个 可他竟干些傻事 竟做些和他没关系的事情 他可不像大少爷 就知道赚钱 知道把自己的腰包填满了 好处捞足了 那才叫惊呢 他要真像大少爷那样 你又不愿意了 明远啊 毕竟是个好孩子 我没说他不是个好孩子 可你看看他做的那些事 他肯定是恨上我了 那张欠条我说什么也没有给他 现在任老爷的事情 又跟他对着干 唱对台戏 我们母子的关系 怎么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说怎么办呀 明远这边 我倒不担心 他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 过两天消消气也就没事了 我倒是担心三太太啊 你说她这次栽了这么大的跟头 她能咽下这口气吗 也要是邀狱的 我怎么发现 2分四个月 7分不分 下雨使命 下雨使命 下雨使命